剧版庆余年中最让人意难平的八位身死之人 第一位 诸葛 南庆监察院一处主办 他始终认为范贤不适合掌管监察院 却从未想过争权夺利 他虽投靠了长公主李云瑞 但出发点却是想让庆国永远安稳 他考虑的是国家大义和监察院的未来 但这也是陈萍萍最不能忍受的 毕竟他这个院长还没死 怎能被别人挖了墙角 诸葛一生未庆过 从无半点私心 今日生死 有汗 无悔 可惜诸葛到头来也不明白 他也只是李云瑞的一枚棋子罢了 第二位 滕子经 滕子经算是庆余年第一季中的一位灵魂人物了 他的人设可谓十分讨喜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可见其狭义 向诬陷自己的夫妻寻仇 共情后选择放弃 可见其慈悲 虽历经磨难 却善待这个世界 可见其包容 为完成使命 不畏艰险竭尽全力 可见其担当 为了找到妻儿 不惜放下尊严 以命相求 可见其责任感 为救好友甘愿牺牲自己 可见其至诚之心 在这个世界上 若没有让你甘愿去赴死的人 活着何其无趣 就是这样一个滕子经 怎能不让人惋惜 让人触动 第三位 庄莫涵 庄莫涵是个身受天下读书人敬重的文坛大家 一开始他构陷范贤的时候 还以为他是个心机老手 没想到他竟是为了救出弟弟肖恩 压上了自己七十多年的情欲 被范贤气到吐血 却一点都不介意 还庆幸自己没有耽误范贤 这样一个文坛新秀的崛起 也终是把文坛一波 交到了范贤手上 他的一生兢兢业业 著书试闻无数 孜孜不倦 独具匠心精神 临终前还在为范贤的诗集做注释 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这段人生 这样的人 能不让人佩服吗 第四位 沈仲 沈仲是北齐锦衣卫政府司督指挥时 太后手下第一权臣 形式已狠辣著称 沈仲表面上是一个玩弄权术的人 但内心却始终忠于自己的国家 为此不惜触怒太后引起公愤 最后时刻 她明明可以退一步保全自己 却还是为了国家利益 选择了追杀范贤 甚至在失败后 既不叛逃也不求饶 为贵求范贤 让她将妹妹带走 兄妹亲情感人肺腑 第五位 萧安 北齐曾经的谍报系统负责人 被陈平平勤拿后 在检察院地牢一关 就是二十年 为了能见到自己的孙子 苦苦坚持 可出来后 她已经英雄驰木 成为了一个人人可期的 没落英雄 她的后半生 被陈平平算计的死死的 最终连自己的孙子 是谁也没有搞清楚 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 死时却无声无息如此凄凉 让人动容 第六位 梅直里 梅直里是南庆的京都府尹 负责处理京都大大小小的案件 一生也算勤勉 庆帝还说他余国有功 可是他却因提前站队太子 还提审了范贤 这个庆帝的私生子 从而触怒庆帝 唐上他左右为难 殿前还被庆帝戏耍 盯着这个梅直里 在他回乡的路上 做成马匪劫杀吧 堂堂一方父母官 最终也不过是权贵们 全力争斗的一个牺牲品 结局着实令人唏嘘 第七位 程巨朔 北齐的八品高手 一身横练 防御惊人 攻击力爆棚 因长相丑陋 常被人鄙视 他心智并不健全 却听命于皇室 有自己的立场 林拱持令排名 他在牛兰街刺杀范贤 他并无选择 滕子经的儿子不嫌弃他 愿意和他做朋友 他把这生平所感受到的 唯一善意 看得无比珍贵 所以范贤要杀他的时候 他甘愿受死 死前对藤子经儿子面露笑容 在摸孩子头时 还特意擦干净手的举动 更是戳到了一碗观众的泪点 第八 南庆老兵 这群南庆老兵受雇于郭宝坤 准备前去刺杀范贤 原本以为 他们只是骗骗傅家公子的银钱 在农贤时搞个外快 没想到遭遇北齐军队后 他们高喊一句杀骑狗 残留在军人体内的热血 便顺势燃烧起来 面对上山湖带领的北齐亲妹 他们提刀拼杀 如砍瓜切菜甚为壮观 只可惜 燕小已为了灭口 偷袭射杀了他们 这群老兵可以说 致死都在保家卫国 没想到 却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着实令人惋惜 到iro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解释 0